山路上一道深溝把路面切斷 前方已经难以通行 两日大雨把土壤全部冲走 裸露出内部的大小石块 看起来非常危险 崖边小径地基已经全部流失 前方通向的是万丈深渊 只剩钢索悬在半空中 景象触目惊心 苗栗三亿的火岩山 21日不堪累计超过70毫米的雨量袭击 有山友前往登山 发现通道已经崩塌 无法通行 紧急撤离一下山 还是走看看 走到不能走再下来 还要跑吗 事发突然登山口还来不及拉封锁线 也没有立告示牌 还是有不少山友不知情 想趁着雨停的空档爬山运动 才知道路已经断了 现在有拿两个木桩 那个标示拔清楚说 小心一点 静止走到那边去 走另外一条路线 受到低压带影响 全台持续下大雨 22日北部南部 红道发紫都有下豪雨的机会 气象专家林德恩提醒 台湾持续受低压带影响 水气相当丰沛 24小时内累积总云量 可能在80毫米到200毫米之间 得小心短时间的强降雨造成灾情 整个云气上面涵盖都是冲着南台湾 这样一块过来 然后以及这个海峡这一段 所以这边的降雨会相当的显著 震雨 雷雨 短烟石墙降雨 持续的状况可能是一整天 而气象署也提醒原本靠近台湾的热带性低气压 本已经减弱成低气压 居然沿着海岸线绕过台湾后 来个回马枪朝台湾海峡前进 再度发展成热带性低气压 气象署也提醒23 24两天 全台被雨趋笼罩 短暂放晴后 25日后可能又会变天 接下来 中志前杨生 陈志茂 没有力报导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